我是汪 今天我們要繼續來進行 天主屬車車 模組生存 在之前的集數我們就是玩了各四個一樣 吞堂可以把別人推開的小小飾品 就包含了汪身上的哨兵符咒 他可以讓我變得非常的邊緣人 非常的看起來有社交恐懼症一樣 那麼今天這一集 汪就是用創造模式在掏出了一些 我們沒有看過並且不知道獲得方法的天堂飾品2 給各位看看 還有上一集我們原本應該要來聽一下遺產商片 但是我們忘記聽了我們今天這一集 一起來聽聽看 那在今天這一集開始之前呢 請給汪汪也留下900讚的喜歡 讓汪汪知道天主屬車車這個系列 有沒有帶給你們一些美好的回憶喔 而是說這個敏捷長靴 上一集汪沒有給各位看到他的外觀 他底下其實也有一個可愛的小翅膀 汪走起路來給各位看一下 看看兩個凸凸的可愛小翅膀 看起來很可愛 再就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一下 來看一下他前面凸凸的 就像薩爾的傳說裡面的靴子一樣的感覺 好的 那麼我們就把它脫下來來看一下 今天要看的酷飾品 等一下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 Lake了一下這個系列要撐不住了 他的靈牙過度強大 首先有這個萊姆面具 還有各式各樣的披風 我們都來看看 來這個萊姆面具呢 不能直接戴到臉上嗎 喔我有穿著其他的裝備 來我們來把這個外觀給顯示關掉 他就是一個死萊姆頭頭的感覺 好大的死萊姆頭頭 來我們先把其他裝備都脫掉 這樣子我們才可以看到其他的外飾 那這個敏捷披風呢我們穿完之後 我有變得比較敏捷嗎 來看一下我的背後 喔他感覺沒有讓我變得比較敏捷 我反而覺得我移動速度變慢了的感覺 來我們來把它脫掉然後換上下一個 這個是隱形披風 喔隱形披風真的會隱形 來隱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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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那如果穿裝備的話他也會把裝備隱形掉欸 這隱形披風好猛喔 那這個天堂萊姆披風呢 來呃哇好大的史萊姆喔 我現在就是一個 史萊姆boy 我是 呃呃算了 我們不要再玩史萊姆梗了 史萊姆梗好爛喔 我們來看看還有什麼其他好玩的東西 女武神披風跟火鳳凰披風齁 這東西是不是要搭配女武神裝備來穿啊 喔這是不是會有緩降的效果啊 我們來把女武神整套都穿起來給各位看一下好了 頭盔身體腳腳衣服還有手套 來我穿我穿我再穿 然後我還差什麼的呢 呃身體跟手套 喔我有翅膀 然後我有披風 有披風可不可以讓我飛得更高 好像欸不會飛得更高 但是喔有披風會有緩降的效果 很不錯 我就會變得更加難以的下樓 像這個樣子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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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然後呢喔披風就慢慢的緩落 我們再試試看 呃火鳳凰系列 來呀 不要客氣通通穿上來啦 我穿穿穿穿穿 然後呢 我就多了一個 有三點點的火鳳凰披風 然後它沒有任何緩降效果的感覺 它就是一個很潮的披風嗎 我要不要嘗試 把我的衣服脫下來試試看 好我脫下來了 那...啊沒有 這火鳳凰披風它 它就是一個披風而已 好那披風我們都看過了 我們再看一下視頻的部分 我們有個酷酷的空氣之介跟幸運皮帶 鐵泡泡跟恢復之石 那...我們就先來把它裝到裝備欄裡面去看一下 這個空氣戒指是...做什麼用的 那幸運皮帶可以讓我有幸運的效果嗎 呃...看不到效果耶 不知道它是做啥用的 那這個鐵泡泡呢 呃它...嗯...它... 難道這個鐵泡泡是用來...游泳用嗎 我有聽說它好像有游泳的作用耶 呃...我看一下齁 我...我要在水裡面我悶下去了 喔喔喔喔喔 我只剩一格了 我變成一格了耶 真的是鐵泡泡的作用是不是 會讓我變成只有一格 還說這是空氣戒指的作用完了 我...我有點搞混喔 我先把鐵泡泡拿下來看看 我會不會窒息 呃... 屌...我會窒息 那鐵泡泡它的作用就是那個樣子 那...恢復之石 啊!我Lag 它...它是會讓我恢復效果嗎 還是...它是穿到身上的 喔!我是不是要來去受傷一下試試看 來!我來去再... 再久為的燒一次這個岩漿 應該是我最後一次燒這個岩漿了吧 但我要貼下去了 有啊啊啊啊... 好燙 好燙 燒夠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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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個武器跟那個酷酷的什麼東西沒有看過對不對 我們再來看一下 治療之石這個玩意兒好像是用神聖石跟安普羅斯碎片就可以做出來了 我們現在正好扣了一些血 那我們就來 喔這是拿來吃的喔 喔這原來是拿來吃 喔吃了之後會有回復效果喔 OK這個東西我覺得還蠻有用的 可惜沒有少點做出來 以及這個天鏡核心啊 它是用天堂的一些小道具可以做出來的 不知道它有什麼作用 我們可以直接拿來副手來看一下 沒有作用 那它好像還可以再合成什麼酷酷的東西 我們會需要用冰磚 可以做出酷酷的天鏡儲物箱 我往準備了一些冰磚 我們就把天鏡核心這樣子擺放一下 就可以做出他們酷酷的天鏡儲物箱了唷 我們把它擺出來看一下好了 放在天堂的這個合成台上面 然後它看起來跟普通木箱是一樣的 但是它外觀很好看喔 我們看看它可不可以變成大箱子 呃...它...不能變成大箱子的樣子啊 有一點點的可惜 然後...呃... 挖掉它的話會變成冰磚 它...有點像終界箱的感覺 難道它是終界箱嗎? 也有可能它其實是終界箱耶 我們來看一下好了 我再多放一個 喔沒有沒有它不是終界箱 它就是單純的一個出物箱 然後必須要用絲手之處來挖它這個樣子 好吧 那麼...該看過的東西應該... 喔還有兩個 殺豬刀跟納許之鎚 納許之鎚是做什麼用的? 殺豬刀來砍一下... 欸你是怎麼生在裡面的啊? 我有哪邊沒有搞定是不是? 那納許之鎚我敲你一下喔 我敲!我敲! 呃...看起來沒什麼特別的 就...就是...就是一個鎚鎚嗎? 但它可以進行什麼...神奇的挖掘嗎? 它是不是其實是挖掘工具之類的? 我們是不是要找一個石頭來挖 還是我挖這個玻璃試試看喔 看起來...沒有什麼特殊的作用 它就是一個好看用的裝備是不是? 嗯...好吧 那我們就把它放回去吧 我們現在可以開啟一下創造模式 我們來進入無政府狀態了 雖然我們其實私底下已經進入無政府狀態很久了 為什麼會有那麼多殭屍村民啦? 等一下各位 先等一下 我發現這個納許之鎚它是有作用的 它可以...喔... 它是一個超強烈的攻擊武器 只是它有冷卻的時間 所以我們要開創造模式 我們就可以無限使用這個東西了唷 哇...範圍攻擊武器好帥喔 來來來...現在還是晚上 我覺得外面應該還會有一點點怪怪吧 嗯...沒有怪怪了嗎? 喔...好可惜喔 喔...有怪怪有怪怪 來來來來...我丟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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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丟 然後他們就彈得好高高喔 哇...納許之鎚...創造...創造模式的神兵器耶 那...我之前有說過喔 我們到時候無政府狀態要做甚麼事情 我們好像我們來嘗試做做看 мер盒盒對不對 我們來做個 мер盒盒盒 來來來!來不知基,趕下來了! 來們錦柱彈起來 最大20生命跟100%的抗擊退效果 還有機炎胸甲來做出來 難做出來的東西通通做出來給大家看 這些東西通通脫掉掉 穿起來 我沒開外觀給各位看 等我忘了一下 來 外觀的話是長這個樣子 感覺我是不是應該再吃個東西 來來 我們吃夜市經波波一下 讓我的血直接回到最滿 我吃吃吃吃 好吃好吃好吃 來 慢慢回血 然後有100%的抗擊退效果 喔 20顆星 20顆星 喔 星星再增加 星星再增加 會不會變成四條星呢 因為我們原本就有多一條星了 喔 綠色的星跑出來 幹好綠喔 來來來 給他做一下 哇 好硬喔 這雙杯好硬喔 哇 抗擊退的感覺 完全不會被擊退 然後再拿納死之錘 揮一下 呃 納死之錘 他這冷卻時間有夠長的耶 好 那我們再開一下創造模式 我開開 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的話 啊 這個遺產最後再聽 最後再聽這個唱片 我想要來好好整理 最後整理一下 這些圖片齁 很感謝這些夥伴 到最後還一直在畫圖給汪汪 我們來整理到這個會廊裡面 那這邊 剩餘空出來的空間啊 汪汪想要來擺放這些迷音的圖圖齁 就讓他們展示在這一道牆面來 那我們就來整理一下吧 汪汪就把觀眾們畫的圖圖做了一個最終整理了齁 看到這邊底部已經封起來了 然後那邊延伸出去的道路 汪也把它拆掉了 因為呢 我已經把他們變成最密集最密集的觀賞形式了齁 來看一下一些 呃 有畫兩張圖以上的人 都開始往這邊 開始延伸過去了 呃 呃 這邊有兩個單次繪圖的算是汪汪的私心啦 就 看這些圖片到最後都多少會有一點點私心啦 呃 大家應該可以接受吧 好啦 那那那 嗯 來看一下前面長什麼樣子 哇 采魚真的畫了好多圖 五月也真的畫了好多圖 然後 呃 天蛇你每次都在畫車圖 哦 真不知道該怎麼說你們的 你們都很棒齁 然後前面都是一些迷音梗圖的 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那最後這個不算迷音梗圖啦 就是十四梗 汪也把它加算進來了齁 啊 最後呢 是這個天堂的遺產唱片 我們來聽聽它的樂曲吧 不知道為什麼有點小小憂傷的感覺齁 那 汪應該不會播放完它 那 大家如果有自己玩天堂模組可以自己來聽聽這個樂曲齁 呃 對 有點小小憂傷的感覺 畢竟都要完結了齁 那 今天還不會是最後一集齁 因為有一個朋友啊 他說 他想要來挑戰一下 應該說來體驗一下 我們這個模組包齁 所以我們還會有個最後兩集 這邊我已經先幫他準備了一些原版的套裝 我應該會讓他硬核的挑戰 中間刻意放一個基岩這樣子 讓他說 欸 為什麼這邊會有基岩 就跟他說 欸 我們可以來做基岩套裝 然後來挑戰BOSS看看 讓他來體驗一下我們這個方塊盔甲的感覺齁 好啦 那麼的話 下兩集應該是最後的兩集啦 就感謝大家長久以來的支持齁 今天就這個樣子 留言說 我往也想不到可以說什麼 你們可以在底下留言猜猜看 看來賓是誰吧 那今天就這個樣子 感謝各位收看 掰掰 訂閱汪汪 大讚汪汪 同爆鈴鐺 監視汪汪 覺得香香 記得分享 協助汪汪 煮點母湯 嗯哈哈哈